北海团承 一年四十 总是那么清静 因为一般人游北海公园时 容易忽略团承 只是在公园门前瞟上一眼 很少认真地去看 今儿个老一蜂就和您到团承里 好好看看 老一蜂就和您到团承里 团承之小 小到只有故宫面积的三十三分之一 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秀珍古城 带有盆景感觉的迷你版城池 这座弹丸城池 从砖瓦牧师到空间布局 都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这座弹丸城池 这座弹丸城池 从砖瓦牧师到空间布局 北海团承历史悠久 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位于北海南门西侧 四面临水 团承最初为太野池中的一个小岛 今代为离宫的一部分 元代时开拓成一座圆台 上线宜天殿 称圆底或盈州 也叫盈州圆殿 忽必烈时 原底改名为元城 明永乐年间 因营建宫殿 改动了团承周围的地势 团承被圈在墙外 把中海和南海分开 宜天殿改名为成光殿 宁城祖朱棣 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 元城一名 也就改成了团承 清康熙19年 也就是1680年 重建了成光殿 今天的团承 基本上就是乾隆年间 修建后的建筑群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提到 团承介于北海和中海之间 认为它在北海平面布局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登上团承 三海景色尽收眼底 它是封建帝王的望景台 因此小小团承 在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团承所在的文金街 是北京最美的大街之一 沿街可近览中国皇家园令之美 而团承就是这条街的点睛之笔 站在城墙之上 四面眺望 可赏紫禁城角楼 也可观景山朱亭 唯有穷道春音 南有中海逼波 皇家园林风光 尽收眼底